等公车是不是很无聊呢 高雄市区里面现在新建了 9座的创意公车后车亭 被网友封为是最有气质的公车亭 甚至还有毕业生都指定 要选这个公车亭来拍毕业照留念 我们来看看长什么样子 高雄市的创意公车亭 除了这个书包还有超大客桌椅 其他的地方还有 公车亭除了有大书包 这个公车亭的上头还有350只白鸽 几乎快要把公车亭给压扁 也是创意十足 超大书包 白鸽 鸟巢还有魔术方块 高雄市的创意公车亭 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像这个书桌造型 摆了国小作业本 加上铅笔指尺 旁边还有绿色的超大书包 不但被网友封为 最有气质的公车亭 连毕业生都开心地抢拍毕业照 像国小啊 小时候啊 咻笑完了 诶 怎么有作业本 觉得很新奇 高雄市文化中心周边 还有这一个350只白鸽 在屋顶上卡抹抹抹 几乎压垮整个后车亭 也是栩栩如生 另外在中华跟林雅路口 后车亭摇身变成 大大小小的魔术方块 记载色泽华丽西京 连香港来的游客 都竖起大拇指 蛮特别的 我觉得 好多聊在 香港没有这样的公车 没有啊 像这样子的创意后车亭 目前在高雄市区 一共有9个 虽然一个造价百万 但后车亭玩创意 百变造型 真的让民众等公车 再也不无聊 追求林建宴 黄佩如 高雄报道